外国传媒报道,全球无人机产业领头洋中国大疆创新DJI 计划在美国组装生产部分无人机 分析认为,大疆此举是为了释除而累 因为美国政府内有成员担忧 该公司的无人机可能会 将敏感的监控数据传送至中国 报道引述大疆指出 该公司将重新利用位于加州的一个仓库 在当地组装一款受美国欢迎的新型无人机 在当地的组装量了紧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小部分 为可以帮助公司满足一些美国联邦政府的要求 无巧不成话 大疆日前宣布 该公司两项新型产品的高安全无人机科技 罕有地通过美国内政部审核 没有发现资料外转问题 高安全性得到验证 此外 该公司还将构建一些具有 一系列政府专用新功能无人机 该系列的无人机没有无线传输资料功能 只会将收集的数据保存在系统上 并且紧在着陆后才能从机器上取出信息 外媒早前报道 美国及加拿大现时的政府及民用无人机 近80%都由大疆供应 报道有暗示在华为被封杀后 大疆好可能成为美国政府下一个目标 而贾用周 reads 企划务住 立刻适量 彌AD 品项